嗨,你们好吗?我是大师兄 最近通过地球编链石系列的更新 各平台的粉丝也是突飞猛进 目前加起来应该已经超过5万了 基本上离10万粉丝的小目标 已经完成一半了,非常的开心 好了,今天我们继续解读神柱地球编链石 那么上一个视频我们说到 科学家通过发现哈雷彗星的轨道的异常 那么判断出来我们太阳系当中 应该是还有一颗我们从来没有发现的行星 然后判断这个行星应该是每1800年 才会进入到一次我们太阳系可观测的范围 但是按照苏密尔古代的历史文献 也就是创世七神碑上面的解读 那这颗行星应该就是尼比鲁 不过按照苏密尔神话来说 尼比鲁这个星球绕太阳飞行一圈的时间 那可不是1800年,而是3600年 那这就比科学家预测的足足多了一倍 但是为什么消失已经几千年的苏密尔人 他们这么言之早早的认为 尼比鲁星球绕太阳一圈的时间是3600呢 那这就必须要说到苏密尔文化当中的 一个超长的时间单位 SARS 那这个时间单位在苏密尔文献当中 频繁的出现 那学者对他的翻译认为 他代表是某一段时间的这个意思 而且他们一致认为 一SARS是等于3600年 那这3600年就是他们的神,尼非宁人的母星 尼比鲁绕太阳公转玉圈的时间 也就是说尼比鲁星球的一年 那既然说到SARS呢 我们就填一下前几期节目当中的一个大坑 就是为什么公元前11000年 人类突然从狩猎变成了农耕 那公元前7500年突然学会了淘气 公元前3800年 苏密尔人突然出现了这些医生、济师、法官 现代这样的职业 那其实很简单 善于观察细节的朋友应该都已经发现了 这三个时间那正好都相隔3600年 那为什么每一次尼比鲁星球经过地球的这个时候 地球的文明就会飞跃一次呢 那么这样也就从侧面反映了尼比鲁的外星人 一直在帮助人类发展的真实性 那这个时候又有朋友可能会疑惑了 那之前我们不是说过尼比鲁的外星人 是早在45万年前就已经来到地球了 那为什么前面40多万年 他们都没有大力的帮助我们人类 却在1万年前突然对人类这么大方了呢 那这个就要跟我们世界很多国家 都有一个传说有关 那就是大洪水 那么他们之间具体是有什么联系呢 我们暂时先卖一个关子 那其实这里就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为什么作者认为尼比鲁星球的外星人 他们是在45万年前入侵的地球呢 那这里就要说到苏米尔非常出名的这么一个文物了 那它就是苏米尔网表 那这个网表不只发现一份 那已经发现了十几份了 那这份网表记载就是苏米尔的统治者 那分别统治了多少年 但是他们统治这个年限特别的夸张 那特别是大洪水之前的这些统治者 那随便一个就统治了好几SARS 那一SARS是3600年 几SARS就是随随便便统治了好几万年 那按照这个网表算下来的话 那这批尼比鲁的外星人呢 应该就是在大约45万年前 就已经开着他们的宇宙飞船来到地球了 那不过他们选择在45万年前来到地球 也非常的不凑巧 因为那个时候地球可不像现在这么温暖 当时还处于这个冰河时期 那一个特别冷的这样一个时期 那地球上大约三分之一的大陆 都被这个冰原所覆盖 那因此他们想要选择一个稍微比较温暖 而且又离这个水源比较近 同时还有丰富的能源的这么一个地方作为基地 那这些尼比鲁人应该也是做了不少的功课 最后他们选择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因为这个地方离水源近 温度各方面也都比较合适 那最主要的是作者认为 还跟这里遍地的露天油田有关系 那这里的油田根本不需要你挖洞去开采 就在表面就有 当然了这些尼比鲁的外星人 这个地球可不是观光旅游这么简单的 那根据苏美尔的文献记录 他们这些神最初是从海里面出来的 那也就是说这些尼比鲁的外星人的飞船 最开始应该是降落在海上的 然后他们就开始用一些高科技的东西 在海里面古岛这些海水 就好像是从海里面提取什么东西是一样的 刚开始作者也不知道这些外星人到底想干什么 但是后来通过阅读很多苏美尔的早期文献 那作者认为苏美尔的这个字 应该就是黄金的意思 而且根据苏美尔文献 当诸神如人一般工作的内容 那这里面就提到 后来这些外星人放弃了在海水当中提取物资 由他们的领袖恩基带着阿鲁纳奇们 转到了非洲挖矿 那尼宾鲁这些外星人也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尼菲宁人 也被翻译成为纳菲利姆人 那另一种叫做阿鲁纳奇 那尼菲宁人就是他们社群当中的精英 比如说苏美尔神话当中的这个恩尼尔 爱也叫做恩基这样的大神 那另外按照圣经来说 这些尼菲宁人应该就是传说当中的巨人 那阿鲁纳奇就是尼宾鲁星球的普通人 他们负责基础的这种劳动 后来又通过深入分析苏美尔的 《当诸神如人一般工作》这篇文章 那作者就发现这些阿鲁纳奇人 他们就被当做矿工在挖矿 那作者这才猛样醒悟 原来他们到地球的目的就是要挖金矿 虽然这些阿鲁纳奇人 应该也有很高的科技在帮他们挖矿 但是他们应该也还是非常的老累 根据文献记录 这群人一挖就挖了40个萨士 那一萨士是3600年 40个萨士就是十几万年 就算是你有高科技的帮助 那一挖挖十几万年 这些阿鲁纳奇人也终于受不了了 他们发起了兵变 那这个时候作为大神的恩尼尔 就想要武力镇压 那文献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恩尼尔就说 要么就处决这些领头的闹事的阿鲁纳奇人 要么自己就辞职不干了 不过 尼比鲁的最高领袖天生阿鲁 也就是大神恩尼尔的父亲 他就站在这些阿鲁纳奇人的身边 他认为他们确实很累了 也很同情他们 一干干了十几万年 对不对 就在这个时候 天生阿鲁的另外一个儿子 爱也被称作恩基的神 他就提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那就是创造一个可以简单劳动的Lulu Lulu的意思就是原始人类 不过这群尼菲尼人 虽然说他们有非常高科技的科技 但是造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最开始他们造出这些神 都缺陷非常多 几乎也是帮不上什么忙 那他们最后又是怎么造出真正的人类呢 造出来之后 他们为什么又要发动大洪水 来毁灭掉所有人类呢 那我们下一期继续 好了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记得点关注 那对了再次提醒 本视频是解读地球编链史 这篇科幻文学作品 那么不要把它当做科普 好了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